二婚真的比头婚过得幸福吗? 听听这些二婚女人的真实内心想法 每一个在感情上受过伤的女人 在对待第二次婚姻上都是非常上心的 害怕会重蹈覆辙 她们的年龄也耗不起 她们希望自己二婚能够找到一个对自己从一而终 天荒地老的人 她们幻想着能找一个比前夫好一万倍的男人 可是再婚真的比头婚幸福吗? 真的能够让她如愿吗? 在她现在所选择的婚姻生活中 对于女人来说 二婚是人生重新洗牌 自然有人幸福 有人痛苦 二婚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一同学小美 小美是我老家一个朋友 她离婚了 可是外界的风言风语几乎让她崩溃 闲言碎语的扑面而来 有的人说女人离婚了就乘二手车了 越找越不如 也有一些人不知道情况 说小美外面有头绪了 太不正经了 多大了还离婚 不嫌丢人啊 旁边叙叙叨叨的 说小美太不正经了 有的人甚至上升到人格侮辱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满脸褶子还闹腾啥 小美太狠心了 看在孩子的面就不要离婚了 再找一个还不如前夫后悔一生 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嘈杂声 让小美觉得自己没有尊严 让他重新选择他宁愿不离婚 二同学小鱼 其实小鱼和他老公主要是小鱼的原因 因为他老公是企业高管 人又长得帅 这让小鱼很不放心 以至于一有风言风语 小鱼就像审犯人一样回家质问老公 老公的手机 钱包 电脑 公文包 无一幸免 甚至半夜三更去老公的车上寻找蛛丝马迹 他老公哪里能受得了 终于在小鱼的高压政策下和他公司的一个离婚女士好上了 有时候不怪他老公 试问婚姻里哪个男人受得了这么多疑的女人 后来就离婚了 在第二段婚姻中小鱼几乎变了一个人 离婚对他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他现任老公的任何私人用品 他碰都不碰 尊重对方的隐私 他后来自己说 任何婚姻都需要经营 莫要想着二婚 只不过是从头开始 到头来还是需要经营 世界上本就没有相互融合的两个人 与其这样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所以女人们不要觉得二婚就是解脱 其实只是另一段磨合的开始 三 同事小芳 小芳说他和现任的老公常常因为孩子的事 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训起来常常都不带逗号的 这就让小芳很不满 护起自己的孩子来 他们之间的摩擦开始变得多 双方护起孩子来都不是吃素的 男人女人都为自己孩子谋划 小芳都在想自己是不是压根当初不该离婚 二婚夫妻没有感情基础 男人女人保持之前的秉性 两个人感情自始至终 不可能有投婚交心 由此可见 二婚夫妻过得并不是顺风顺水的 所以想离婚的男女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现在另一半讨厌 离了之后找别人去 可能还不如现在的这位